开拓纸双枪在今年夏天陆续开启了中国型,之前是麦克勒姆率先抵达中国。 昨晚丽拉德也达到了北京五克松球馆,随后丽拉德再次在接受采访,是炮轰了联盟中的抱团行为,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但他绝对不会这么干,丽拉德强调绝不会抱团夺挂,别人可以这么干,这是他们的自由,但我不会,勇士已经四年三冠了,他们应该满意自己的选择,但我永远不会抱团,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夺冠,丽拉德还放话,他不是针对谁,也认为有些人加入超级强队没问题,可他的话只针对他自己,我不会那么做,懂我的意思吗?别人随便他们去吧。 上赛季,丽拉德场却27分570助攻,是炮第一次挤掉了库里,入选第一阵容,但进后赛里他居然带队0比4被横扫出局,紧下开吐阵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如果保持这套阵容,他们进后赛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,不知道丽拉德到时候会不会改变想法呢? 谢谢大家